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卡梅隆在顶湖传到了篮下 大家拉开孔当之后 6号佩妮把球打进 阿根廷的速度和他们的配合意识确实是超出新西兰队一筹 应该说这两个队还是有差距的 6号佩妮在利用反跑摆脱 阿根廷的给到中间 这球被断掉了 奥贝尔托呢 这球有一些蛇足之前 自己有机会可以投了 对 这个球没有打成很遗憾 来看看今天双方的先发五虎 从阿根廷这边是派出了最强的五名球员 4号斯科拉 5号基诺比利 13号阿诺西奥尼 7号奥贝尔托 和6号开贝桑切斯 基诺比利 左拳一记三分 至少没有打中 在我们在昨天采访阿根廷队 及阿根廷队的随队记者的时候 他们的新闻官也是说 现在全队包括阿根廷国内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一队黄金一带的人马 率领他们的教练是一个 在此前没有带过任何大赛的这样一个教练 斯尔吉奥赫尔南德斯可能其他国家的球迷不是很熟悉 但是中国球迷应该不会忘 因为他去年带着阿根廷二队参加了斯坦科威西杯 奥贝尔托在内线进攻的时候对手犯规了 阿根廷队开局的进攻成功率比较低 也许是因为对方守联防还是不太适应 外线的几次投篮都没有目的 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好的篮板保证 新西兰队的先发五虎是6号佩妮 7号赫奈尔 10号布撤 11号队长佩罗卡埋隆 另外呢14号布拉德肖 来本球抢的不错 好球 10号布拉德肖呢是一个年轻的中锋 那么由于老中锋布克呢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 所以呢现在年轻的中锋们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特别是有了胖子前锋卡培隆的助阵 那么实际上 新西兰的内线还是比较灵活 好 我们看这边 阿根廷队有一名队员是在三秒区里受伤了 倒在地上 说好路易斯斯克了 看来没有大碍 斯克拉呢是有出现了一些PY商 这样的话呢是下场要进行暂时的处理 换上来是一个老中锋的 是 布尔科威斯基效率过马刺小牛 在NBA也是流浪多年 但是现在发现NBA并不适合于他 安心来进攻 布尔追回来又是一次犯规 新西兰的联防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午 对 没有人防任何人 老师给他在中间拿到球 这个三二联防实际上守的是 守到位 守到位三联防 对中间是个大控告 7号尔贝尔托呢在发球 这时候呢 新西兰队是换上了他们的投手 9号菲尔琼斯 好球 尔贝尔托自投自抢 白蜘蛛人今年在马则队渡过了非常不如意的一个赛季 但是在国家队他还是如意得水 所以再次佐证了NBA不一定是检验个人成功的一个标识 完全的掩护 7号赫奈尔 布拉德销 位一个球 但是这个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好球 加快了传球的节奏 你如果说新西兰加强了对比诺比利 但是呢 同时呢 他们的变化也是很快 特尔琼斯这一球在面对比他身高高很多的奥贝尔托的防守的时候呢 出手也是不利 二三联盘还是在中间有比较大的空档 但是这一球 阿克廷队 吉诺比利自己有一点分神 这个球传得很刁钻 嗯 对啊 我们一直在认为 就是在破联防的时候 在底线三秒区和三分线之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档 是个防守 内外两个人 那边是马克迪克尔刚刚上场 马上被桑切斯断一次球 阿克廷的六号 桑切斯呢 是在全部的预赛结束之后的24只球队里 三分球命中率是排在第一位 助攻术也是排在第一位 非常称职的一个组织后卫 所以他和吉诺比利两个人配合 会把全队的进攻带得非常活跃 没错 又给中间 又是中路 又是中路 老人了 奥贝尔托确实利用自己的向中间的插入 同时呢 阿克廷队传球又快 给了他非常大的活动的空间 好球 这边是马克迪克尔赛斯突到篮下 防守的是一时疏忽 是 现在新西兰队手盯人了 手盯人就更麻烦了 因为阿克廷队传球很快 对 相应来说呢 新西兰的移动速度呢 显得比较慢 对 这个作为运动队来讲的话 篮球项目 我们一直讲 全球是连接各个运动队 队员之间的一种纽带 水平高低 其实就是看全球水平 是 全球好坏是篮球竞技的最高竞技 这个问题 中国的篮篮也需要借鉴 是 你看我们看波多利哥队打 虽然他们个人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他的相互之间的配合 就不够默契 是 而且很难打出很多很巧妙的球数 没错 这边呢 阿克廷队摘下一个前场篮板 还可以组织 诺奇奥尼 好球 打得非常耐心啊 对 这样的话呢 新西兰是叫了一次暂停 在 阿斯坦队连续的进攻得手 特别是在他们的防守 无论是联防 还是丁人都无法缓解 自己面对的防守压力的时候 对 手联防 还有机会吗 王世鹏出手 抽箭了 抽箭了 王世鹏 击败了斯洛文尼亚 中国队出箭了 王世鹏 击败了中国队 中国队 78比77 战胜了斯洛文尼亚 王世鹏 是这场比赛的功臣 这是一场意外的胜利 我们将前往东京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 由我们为您转播的 2006 摄影的篮景表赛 第一节的比赛 还有三分钟结束 新西兰队呢 再次是走马换将 看现在内线换上了 13号弗兰克 进入比利 突破 非常的干净 没有任何 遇到阻碍的现象出现 只不过这球呢 奥贝尔托 遭遇犯规 没有打中 好球 不过这个是新西兰的特点 有进攻 这种手转攻 马上坚决的打 动作比较快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内线没有优势 这场比赛本身 要是沾下风的 对 吉诺比利 硬突 早反规 吉诺比利的个人特点呢 确实比较突出 但是阿根廷队如果想打的很阿根廷风格的赢球方式 还是利用传球打开对方的节目 对 因为刚才我们看了 这个阿根廷队几次非常巧妙 而且及时的这种传球 打的对方连身都转不过来 对吧 我们看篮球 有的时候就看了就是这种 相互之间通过三两三个人之间的小传球 估计叫小帕子 打的越巧妙 人们又欣赏的越好 吉诺比利呢 在这次的比赛 刚开赛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 也让很多人认为 像现在一些篮球强迫 迅动员都是去NBA打球 那么一年比赛太多 能对他们身体的影响非常疲劳 这边呢 阿根廷队是换上了10号小鲤 火赛队的德尔菲诺 另外呢斯科拉再次回到场上 这样的话他们换下了奥贝尔托 斯科拉一上来呢 非常的兴奋 吉诺比利也下场休息了 因为他们在这一节 应该说还是占据了一些主动 对 这叫赫尔南德斯 他现在在场上显得很轻松 毕竟呢他率领的是真正的阿根廷黄金一代 再加上他们一直是世界冠亚军 对 所以心理状态他们也占很大优势 没错 那边卡贝罗再打到篮下 奔球 马克迪克尔出手 洛琪尔尼抢球 非常的凶猛 他在这个赛季的NBA的季后赛当中 是公牛队得分王和篮板王 我想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季后赛 特别又是对总冠军 迈阿密热队的时候能够有如此的表现 确实还是让人为之撑倒的 罗琪尔尼抢球这回是太凶了 造成了一次恶意反规 故意反规 那么新西兰队要执行罚球制球 因为这个球已经看出来是明显 你没有能力再去防守对方的 对吧 完全是一个故意性 新西兰的神动手 9号菲利普琼斯 昵称的是菲尔琼斯 中国球迷恐怕对他不会陌生 在上一阶的试景赛当中 正是他一个接一个连珠炮一样的三分球 把中国队呢 是打出了最后冲进前面的希望 实现了24分大逆转 卡贝隆三分九出手 还是不中 但是新西兰队这一段前场篮板抢的不错 菲尔菲诺把球保护下来 斯科拉直接突破到篮下 造成了犯规 斯科拉的身体对抗 以及在行进间的 技术运用 要远远超过防守他的任何新西兰队队员 这时候卡贝隆下场换上了托尼·兰普顿 现在比较可 就是可看的 就是现在所有的内线的中锋啊 都在积极的参加快攻啊 对 我们就说中锋只要参与快攻 就像一个战场上的重型坦克 一旦启动起来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在古代的战争当中 一般都是起码做这个先锋队 做轻骑兵 如果这个阵容当中加入了一只恐龙的话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 对 不管你什么什么样的防守都自挡不了 如果我们中国队的现在 姚明的快攻 他是当然了他的能力和他的体力决定了他 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们都没有抓住 没错 在2000年的时候 是中国的三大中锋被称为移动长城最频繁的一年 其实之所以说起这个名字 并不是说重点说在长城上 而是在移动上 我们的三大中锋都可以参与快攻 包括攻防转换节奏很快的这种比赛 我们来看一看 新西兰这一次怎么来进攻 这次进攻非常被动 保安三杰斯又把球 带到前场 找机会 这一次非常聪明 把这球箱又救了回来 德尔菲诺 今天的阿根廷队的外线进攻并不是特别理想 他们主要还是靠传导球打到内线去打 对 他一定球在一个手在一个队员的手上 时间太长了 没错 对 就显得比较死板 或者是一个打 其他人在看 阿根廷打的现在有一点松懈的意思 提不起精神 是 在今天他们并不像一支世界冠军球队 起码在第一节不像 第一节马上就要结束了 新西兰的扩大防守 这样的话呢 第一节比赛结束 21比16 阿根廷队是领先5分进入第二节的比赛 稍稍休息一块来看第二节